大家好,欢迎回到Roger Vlog 今天持续跟大家分享好的内容跟好的书籍 那这一次要分享的内容是这本书 《行销4.0》是柯特勒这位学者所提出非常重要的观念的一本书 那在分享这本书以前我先谈一下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 我知道大家其实不仅大家我自己也是 我们以前要出国玩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去订房间呢 我们是不是一定上可能会找旅行社 再不然找认识的人问会干嘛 会去打电话然后再去询问有没有房间去订房 那随着时代的变化我们现在需要这么麻烦吗 其实不需要我们需要通过什么 我们需要你知道有台手机就好 通过手机所有的业者就会把所有这样一个订房资讯放在网站上面 那在网站上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这样一个平台业者 无论是无论我们常态的hotels.com或是xpedia等等之类 他们整合了所有这样一个饭店的资讯 那除了常态性的饭店业者之外 那另外还有什么 另外还有像是其他来自不同产业这样的竞争者 比如说最为大家熟知的Airbnb 那它本身它是一个APP软体开发公司 那实际上它在做一个整合的角度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从以前我们从订房这件事情 去旅游订房这件事情 我们就会看到销售这样的一个行为模式的改变 从以前很传统的方式 那到现在我们去关注的是社群的这样一个力量 还有关注的是科技发展所提供这样的便利性 所以我今天订房我不需要直接再打电话 我不用再打电话到饭店去 我直接手机按一按我就可以订好房 而且我的选择很多样 因为网路上有许多 第一个是网友的分析分享 第二个还有许多这样一个整合 饭店整合这样的资讯 所以在这过程当中 其实会让所有这样的销售变得更加便利 那也符合消费者目前的整个使用习惯 所以提完这样的故事 大家再回来我们这篇书 那其实科特勒在书中提到说 过去的这样一个行销模式 从1.0 2.0 3.0到现在4.0 那前面关注的是分别从产品 接下来是顾客 还有顾客这样以为主 以顾客为主这样的人本主义 那到4.0的时候 其实关注的是什么 关注的是我们如何在虚实 这样一个整个时代之下 去做好行销这件事情 不再是我今天只是单纯 我想着如何去销售而已 而是我要去想着我如何去思考 这些网友啊 这些社群啊 他们到底是怎么去看这个品牌 他们怎么去看这样的一个产品 所以这样的角度啊 是颠倒过来的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啊 其实过去在谈到就是 我们要去做一个销售的时候 通常都是从公司直接去决定 他的行销方案 然后一直到这样的市场 决定市场这样的销售状态 但现在并不是 现在一定是你推出来之后啊 一定要去针对市场这样的决心啊 因为市场会有什么 市场会有许多的粉丝 许多的网友 他会有很多的想法 然后他会有很多的这样一个批评也好 他有很多的这样的赞美也好 所以必须依照他们的喜好啊 他们这样的对于这样的受众的了解啊 来去决定我们这样的行销模式 跟行销的方法 所以它是一个很大的 很大的这样的不同的转变啊 所以刚才那样说 第二个就是从 原本从垂直 从上到下已经被打破了 因为有网路的关系 因为网路的兴起啊 打破所有这样一个商业模式啊 所以变成大家必须要去思考 网友到底在想什么 好 所以这就是4.0当中最重要的这样一个核心的精神啊 就是如何在虚跟实啊 就是当中去找到这样一个新的行销方式 简单先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那因为啊 《行销4.0》这本书啊 它其实内容非常的丰富 那我接下来也会把它分好几集的影片啊 来去一一跟大家分享 这样一个里面的精华 那也大家也可以真的去书局去买一本 因为它非常值得去收藏 跟非常去值得去阅读 那以上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哦 那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那喜欢我的影片啊 麻烦帮我按个赞 或是帮我订阅我的这样一个频道 那今天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拜拜